特斯拉公布五大技术创新 续航将提升54% 成本将下降56% 去年9月22日 特斯拉举行了电池技术日活动 发布了五大创新技术 马斯克表示 如果这五大创新技术都能兑现 特斯拉汽车的续航能力将提高54% 成本将下降56% 超级工厂的投资将下降69% 马斯克称 特斯拉有信心在未来三年内 生产一辆售价仅为25000美元的电动车 这会是史上最便宜的一辆特斯拉汽车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五大创新技术 包括了全新的4680型电池 号称能量密度提高5倍 动力输出提高6倍 续航里程可提高16% 特斯拉CEO马斯克称 新电池已经开始在一家工厂生产 将需要一年时间达到10000兆瓦时的产能 特斯拉电池技术日发布了五大创新技术 包括电池设计、电池工厂、正级材料、负级材料、整车电池一体化 电池设计、无极耳电池、46800电池、成本下降14% 马斯克表示 过去公司已经与合作伙伴一起 完成了一次创新 就是2008年的18650升级到2017年的21700 能量密度增加50% 但是在未来 特斯拉将会采用全新的无极耳电池 除了无极耳电池之外 特斯拉还将采用46800电池 二、电池工厂 干法电极、生产工艺优化、产能目标 成本降低18% 在电池工厂的生产工艺方面 目前特斯拉采用的是施法电极工艺 容器可以循环利用 不过 马斯克表示 未来 特斯拉也将采用干法电极工艺 这样做可以简化工序 目前特斯拉已经进行了大量实验 最后能够实现实际应用 但还没有十拿九稳的成熟 还不能疯狂扩大产能 三、负极材料 硅负极 成本下降5% 在负极材料创新上 马斯克表示 硅非常重要 地球上具有很丰富的资源 储能性能更好 大家不愿意用硅 是因为它的膨胀 会与隔膜反应 形成凝胶状 对此 特斯拉采用了新的材料来抑制硅膨胀 用附膜材料 先给硅涂膜 原材料处理后 可以提升20%的续航里程 四、正极材料 五股 成本下降12% 在正极材料方面 特斯拉动力系统 能源和工程的高级副总 Andro Bagano称 硅材料的丰富程度 仅次于氧 阴极就像书架一样 力就是书本身 特斯拉将从阴极上消除股 依赖面 五、电池整车一体化 成本降低7% 未来推动汽车车身 一体化结构的设计 同时它结构需要优化 在新的电池包设计中 用更好的方式粘合 使得结构更加紧凑 马斯克表示 如果这五部分的创新都能兑现 续航能力将提高54% 成本将下降56% 超级工厂的投资将下降69% 实现部分目标将需要12比18个月 完全实现则需要大约三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